提醒您 歐洲人員會在第十二分鐘時享一生零 第十五分鐘時享兩生零 請各位獎者務必掌握十五分鐘簡報的時間 謝謝您的配合 本場次邀請中央醫生院趙李研究員 擔任主持人 歡迎大家回到明大輝的下午的場次 下午的第一個演講者是台灣大輝的左佩儒 他的報導的題目是 Rapture Image of 2016 in the World Space Triving Society of E-Wave for Attention 歡迎左佩儒 各位觀眾大家好 因為早上已經有很多的講 針對這次的抵症的災害 還有一些證明的破裂 做一些 很詳細的解釋跟研究 那我這邊所用的方法呢 主要是以這個原症 原症的資料來得多 那方法跟早上的 Tonetful Immersion 有一點點的分別一樣 所以我等一下會稍微簡單講一下 什麼是Bed Progestion 那接下來就是說 針對這個美濃地震 因為它的破裂的長度 可能不是就原症來講 可以特別長 所以做出來結果的解析度 可能沒有辦法像早上的 Bed Progestion 有這麼細的解析能力 但是呢 約略的破裂的長度 跟破裂的時間 是還是可以大致上看得出來 好那我先講一下什麼是Bed Progestion 那這個方法呢 是一個Array San Mar 也就是陣列地震血 一個很好的應用 那最早在2005年的時候 一序等人就是 針對Mathra大地震 以反投音法 找出了整個破裂的過程 那上面這張圖就是 從地震發生之後 它隨著時間的過去 讓它的破裂 能從一路從南往北 過到這邊 那這個 索瑪塔地震呢 規模非常大 所以呢 一剛開始這個方法 提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有經驗 因為它最重要的一個特徵 就是不需要給定 斷層面積 那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整個 索瑪塔地震的破裂長度很長 所以呢 它這個一序等人用的是 全球都網的資料 那不需要很 很詳細的去做很多的假設 那就可以很漂亮的解出來 這個破裂的過程 跟破裂的一種時間 像你這邊看到的時間 就可以從30秒一直 破到420秒 那相對於我們這次美濃地震的話 那當然只能規模上很多 所以這個解析能力 就是需要再多更多的研究 才知道能不能解得出來 那什麼是反投影法呢 那我剛才已經講 它最重要的優勢就是 不假設破裂一邊 不假設破裂速度 或是破裂時間等等 這些 需要先確認的因子 那 Fight Position這個方法呢 它 有點像是我們去找聲音的來源 這種概念 所以呢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 破裂能量從斷層這個附近 傳出來到這個 低症酸收到的話 那我們用反回去的方式 去找這個破裂的源的時候 如果這個源是在對的位置 那它所疊加過來的能量 是最強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隨著時間序列呢 去做一直不斷的疊加 然後去找每一個時間點 到底破裂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個有一個假設就是說 我們必須先假設鎮壓位置 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找到的呢 會是以這個鎮壓位置 當作reference 所以呢 以這個方法來看的話 就是說 我在我的研究裡面呢 我是把這個 斷層的周遭呢 作為一個切3D的隔點 那每個隔點的寬度是2公里 那整個斷層的area呢 可以因為這個規模不同 會有射不同的長度 那以美濃地震來講 我們是射差不多70公里左右 那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隨著時間序列 去找它的破裂位置在哪裡 所以我們要射time step 跟time length 那這個time step 跟lens 會因為我們濾波的波段不可能 要做調整 那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用的是0.5到1.5hz的話呢 那我們需要時間長度 最少要兩倍的波長 所以大概是4到5秒左右 那time step的話呢 是以這個波長的 一半為基準 所以大概是2秒左右 那這個fake projection這個方法呢 雖然我剛剛講之後 不需要做鑽層的一些假設 但是呢 它的實現的方法 其實有分 在頻率底下 都是在時間 在time方面底下 那在time方面底下 那在time方面底下的弱化 解析度會稍微差一些些 那我們這邊呢 所用到的是 夢霧生等人 在2012年發表的配件裡面 他所採用叫做 一個music這個方法 那他主要是在頻率底下 去找這個能量的來源 那太細的東西 這邊就可能就沒辦法多講這樣 那為了要稍微講一下這個 頻率底下的fake projection的解析能力 那我放一下這個 孟霧生在2012年的paper裡面 他做了一個resolution test 就是說如果我有兩條 兩個plane wave進來的話 那這個A跟B的這個wave進來的時候 如果腳步太小 那可能會擠不出來 所以他看起來還是一個點來的 那這邊有不同的板投影法 那以這個A跟B兩個plane進來的話 唯一能夠真的清楚的 把這A跟B分開 就是music這個方法 那其他的方法 比較有可能會造成影像 都是點加在一起 所以他的分點就沒有那麼高 對 那這個是理論的計算 就是說我給他兩個plane wave做測試 那我接下來講 就是我也有針對 嗯 其他地震度過類似的測試 那我的測試方法是這樣 就是 這是一個啊 之前發生在Eduboni的深圳 那我給他 總共七個擴裂的能量 從這個星星的紅色開始 一路先往西南 或再往西北 那這個星星的 每個星星代表是每個擴裂的位置 那他時間呢 就是由這個顏色來代表 所以可以看到他的破裂是 就從紅色到黃色 從0秒到8秒的時候 跑到這個西南邊 然後再從西南邊呢 黃色一直跑到藍色 就是往西北方向往後過去 那我得 那這個 在這個圖裡面呢 我的顏色裡面 有用這個 美國的Array 或是歐洲Array 或是歐洲的Array 那我今天秀的是 美國Array 這些圓圈圈色 這就是我用版頭銀板 找回來的點的位置 那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雖然這個破裂是非常複雜 就是先往西南再往西北 但是呢 我用美國的這個陣列呢 找回來的破裂的位置呢 是符合得相當不錯 那再來說說 我的每一個破裂的點啊 的距離呢 是類似距離10到20公里左右 那是一個 大概還是可以找回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Music Bay Position這個方法 它的解析度 要分辨20到30公里的距離 這裡是有相當大的機會 那當然這個 因為我這個測試呢 是針對深圳 那它的那個能量都比較乾淨 所以理論上要做出來 是稍微容易一些 那這次美濃地震的規模 跟它的這個複雜度呢 都遠超過我以前做過的 所以真的是很奇怪 那在針對美濃地震 的地方是完之後呢 我下載了這個 歐洲的Array 跟這個澳洲的Array 那這是這兩個Array的分布 那可以看到歐洲的Array 就是往西北方向 傳遞過去 那澳洲的斯華斯坡 從東南方向傳遞過來 那因為這個有提到 剛剛早上東北也有提到 這個訊號非常複雜 就是那個李憲中有提到 就是說Telicester的微紅非常複雜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我也是同樣是 以Telicester的微紅來看 那影量是非常複雜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波形 那可以看波形的話 那個就是說 一般過去我們對一個6.4的地震 如果我們講說它是一個稍微 破裂沒那麼複雜的點源的話呢 那它的整個破裂時間 可能就是5秒吧 6秒這樣子 Total regression 從4到6秒左右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預期就是我的P波整個破裂 假設是從這個0秒到5秒左右 這個這樣子 這個破裂就結束了 但事實上我們在這個整個歐洲收到的資料裡面 看到後面還有很多很多奇怪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是需要再做很多驗證 那第一個猜測就是說 它會不會是所謂的Deep Facts 那Deep Facts呢是 是假如有一個示意 就是我的地震發生以後呢 它先往上傳到地裡 然後再往下傳 往地球生物傳 然後最後才被我們這策展收到 那這個Deep Facts呢 因為跟直達P波會有時間差 所以理論上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時間差距 大概知道它的地震的深度 那我們看了一下 因為我原本以為這個後面是Deep Facts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 從這個0秒是P波到這邊10幾秒的話 那這個深度絕對超過30公元 那這樣子就又不合理 因為這個氣象局定的深度 應該是非常準確的 所以這樣實在是讓人家 可能之後遇到一個什麼 我還不知道 那如果說我們以氣象局 那就是以這個 EUSGS定出來的23公元來看的話 它距離是7.4 那這個是相當有畫 這個紫色的線 那這個有可能 如果深度是23的話 那這個PP LittlePP Facts是在這邊倒 那這樣依然不能解釋 後面這個很大的這個Facts 所以這個就現在造成就是說 呃 即使我用了Telecycling的Wapom 它理論上是比Local的Wapom 要乾淨更簡單才對 但事實上在這個美濃地震來講 它不是 它依然非常複雜 那 那我剛剛有知道 那這種的Fact Position的方法就是 會把它 把這些能量呢 去做反投影法 去找到每一個時間點對應的 這裡的破裂的位置在哪裡 那因為 以這個歐洲的Data來看的話呢 這個 從10秒到15秒左右 這個很強的東西呢 它非常的coherent 所以呢 它一定會在那個我們的 版投影法裡面 循環裡面跑出來 那這跑出來的東西 該如何解釋 我還不知道 所以等一下大家給討論一下 那這個就是 歐洲的Array做出來的結果 那對這個圖有點 跟剛剛早上翻譯過頭都不一樣 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 時間呢 依然是這個Time的問題 就是隨著時間的 呃 用不同的顏色來代表 那這個quamquamdiamond呢 是歐洲Array 在不同時間 找到的破裂的位置 那這個下面這個 image呢 是整個時間序列 從0秒到20秒 所有能量 增加起來的結果 那因為這個顏色 還是有點複雜 我這下面有對應它的表述 就是從0秒 就是這個訊號 剛開始 還沒什麼能量的時候 從0秒開始 那 所以這邊會看到 就是從0秒 一直1 2 3 4 5 在這邊 那後面呢 我剛剛提到這個 很複雜的訊號 它事實上是投影 投影到了這個 台南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 我不敢亂解釋 那下面這張 是這個power的 這個 整個疊加能量之後的 power的分布 那會看到 最常的能量 就是在3秒到5秒的時候到 然後呢 10秒就有一個小的pulse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說這個 12秒到15秒 這個長洲系訊號 對 那這個是歐洲的 結果 那如果用歐洲 結果來看的話呢 我只看現在 0到6秒的data的話呢 我可以大概 讀算它的破裂長度 大約15公里 那這個是比較保守的圖計 就是說我實際上看到的點 我這樣就算了 那如果我把整個破裂長度定為4到5秒的話 那我有一個rise time的假設是1秒 那這樣的話破裂速度約2.36 那這個結果是完全先不去討論後面這些東西 如果我不能接近它是什麼的話 我就先不去討論 就是說不只去解釋它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澳洲的data跟結果 那澳洲data的話呢 你會看到其實在10多秒的時候 依然有一些訊號出來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說澳洲疊出來的能量的分布 並沒有像這個歐洲呢 跑到了台南區 它還是維持在陣容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一樣就是說 這個data是這樣的 那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那但是呢 從0秒到8秒左右 就是這個 從紅色到一路到黃色這邊 那這個破裂長度呢 以澳洲做出來來看 也是這樣15到18左右 所以跟澳洲做出來結果是很接近的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 Source的時間大概4到5秒 那這個Rocker City呢 用這樣去估計的話是大概2.1左右 對 那 既然這個澳洲跟歐洲都有看到這個後面訊號 那跟早上媽老師說那個 我不知道有一個觀點 因為媽老師那個 看到的東西是在LOGO的 匹爾論的資料上看到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會不會傳到這麼遠 歐洲也看到 就是澳洲也看到 那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還可以 要再做更多的研究才知道 好 所以那 接下來Discution 跟Conclusion 就是說 我用的是 Telasticity的Wayphone 然後等到 比較高頻的批波 去進行 Using Back Position 然後能得到這個 濃郁地震的破裂長度 約是15到18左右 然後總破裂時間 total加起來 約4到 5秒 然後這個Rest Time 假設是1秒的話 破裂時間 大概破裂的速度 大概是2到2.3左右 那這次做這個 Back Position 對他的挑戰就是說 這個Rapture的整個過程 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 似乎並沒有在歐洲 或是澳洲 看到簡單的這個破裂的波形 那再來就是說 整個6.2的地震 6.4的地震 它的破裂長度 跟走的時間並不是那麼小 YES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連挑戰 這個Back Position 的解析能力 那再來就是說 批波呢 剛剛可以看到 其實批波人家很小 所以這個 當初在做 叠加因資料處理的時候 是花了非常多時間的 那這件 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要考慮是 複雜破裂的話 那比較多 更多的測試才能確認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未來希望有機會能夠 研發出這個 FableGerman的方法 但是是用Regional 或這個Logo 我們都會來做 這樣子 好 謝謝 我可以提一個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謝謝姊佩瑞 好 謝謝 感谢观看